借由现场辉豪并意卖墨宝 希望能够帮助古老 为帮助独居长辈度过今年寒冬和年节 由双管书法家萧继会和新传画家陈清贵 相应华山基金会照顾师能师衣长者的服务 特地在现场辉豪作画来意卖 许多善心人士皆当场认购 以实际的行动支持这项善据 在公务上我就是学佛 所以佛堂很多的事 我就利用司法来洪华 不管是道教佛教都是一直在洪华 我从事警察消防工作40年 每年东方为问 我一定拨时间去对这些老人人关怀 这样关怀下来40年来 一辈子已经占了很多的时间 所以这个活动我一定非常乐意来支持 现在景气不好 很辛苦 莫快莫到好要照顾那个老人 我就听到他讲的蛮动人的 我依然觉得说好我就愿意来 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我就愿意的很认真的 画了很不少的画给他们去 这样子 我们来这边 我来参与这个活动 我觉得是顺便回馈我们的消费者 那再来呢 因为我从小我的父母很老才生我 所以我特别知道老人 他们的晚年的寂寞跟没有安全感 然后我透过这个爱心活动 能够呼吁更多的人来关怀 尤其我们原城区是一个没落的族群 义卖会当天 艺术家和当地的善心人士 以及弱势长辈一起盖上交叠的指纹 表现出守护长辈的信心 当天许多人也实际地任养照顾长辈 当其守护天使 让寒冬中看见人性的温暖 法级新闻吴永曲高雄采访报道